Hey Guys, 大家好, 我是原有Ccut 歡迎大家收看今天10月28日的每日情報 好, 大家留意一下吧 就是今晚10月28日 8點鐘就會有崩壞星紅鐵道的1.48半 Part 3的直播 又來到一個週末, 正常來說都一定會有週常直播 除了有崩壞直播之後, 明晚也會有這個原神直播 當然啦, 除非有什麼特殊的理由或者其他節目的話 否則直播是會照常開播的 我說這句話就代表我暗示之後有話要說 所以大家記得留意我之後有說的內容 好, 今天的內容比較簡單 原神和崩壞都有相關資訊 最主要都可能會說崩壞的攻略 即是鬼奶昏的攻略 但其實我想說, 大家應該抽了這個 托魄將像和鬼奶昏 那為什麼現在才做攻略呢? 其實原有很簡單 因為之前太多原神相關的資訊 再加上有個頻道出事 所以節目會不斷延期 都不好意思啦, 大家 當然啦, 在這裡跟大家講完原神相關的資訊 即是前瞻會延期 那樣子都要多久呢? 那我今天也會跟大家講的 那開始今天的每日情報之前 希望大家記得如果大家還在這個新的頻道 按訂閱的話 記得就按訂閱啦 還有呢, 記得按鈴鐺 那以後每逢我出片 或者增個通知的時候 都會第一時間通知大家 就是這樣 那終於所有原有門 抽卡順利、歐氣滿滿、小寶 大波歪和十年三金 好, 那首先就很遺憾 4.2版本的前瞻特別節目 就未能夠如若而至 那大家都知道 昨天官方大概在3點多的時候 就宣佈說這個4.2版本 原本就在2023年的10月27日播出 那結果就將這個特別節目延期播出 實際播出時間就要留意後續公告 那... 那...已經是官宣了兩天了 是不是?10月25日已經官宣了 那...去到最後一天 就突然宣佈說延期 到底是甚麼回事呢? 我想其實大家都明白 原因了吧 大家都知道獨琴發生甚麼事 這個叫李克強同志 世世 那時間呢 那就是10月27日 零時十分 那就是在上海的世世 那當然啦 在這裏呢 本人就對於這個... 李克強同志世世 就表示感到有點悶悶 其實李克強同志 由小到聽到大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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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會評論說遊戲和政治之間的相關問題 我也知道呢 其實有... 我這個頻道呢 就會有不少一些... 那... 有不同的政見 對不對? 那...我不說這些 但是呢 我就會尊重官方的一切決定 官方呢 因為這樣的事件 而延期將這個節目播出 其實我可以表示可以理解的 你想想吧 如果播出的話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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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問一下 大家有些會想呢 下一個節目呢 會有這麼多人去看 那原神這遊戲呢 其實我也希望 面向更加多人 會更加多 享受去... 即可能大家享受去玩這個遊戲 就不要說因為這些遊戲 政治問題這些 就會影響到 那個... 體驗 那就不是這樣好了 那所以呢 官方將這個前瞻延期呢 本人是表示十分理解 而且我也很尊重他的決定 那...老實一點 跟大家說啦 其實我自己都很期待的 有人比我更加期待 4.2版本PV 那... 你看到吧 眼前這張圖 那... 那... 大家可以看到我 又在爆十幾圖 其實我想跟大家說 這個是4.2版本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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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是 ALB, 然後她是iuH mano 而且那今天稍期會不合eli 是 oui 到底是否反而有爆了 那麼... 那麼... 那... 正當大家緬懷的時候呢 對ятель的又已經遇到 其實最後好一個 LOOK 先到一 tangent 就是了看 就是當大家始於4.2版本的之前 還等的時候 原來昨晚PlayStation偷跑4.2版本的相關套片 包括PV、掛物的實機圖全部都出現 當然現在大家一定找不到 因為PlayStation那邊已經移除了相關的甜蜜 大家也找不到 但是在這裡跟大家說聲就是有了今天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關於前瞻抽獎最新的安排和流程 如果延期一兩日的話 假設前瞻延期到星期六 即今晚或者星期日 前瞻節目是會和周常直播合併的 原本周常直播抽獎是會被前瞻節目所取代的 注意一下就是如果真的有這個樣子的話 前瞻節目的抽獎環節是會優先的 而其次才會做周常直播 即是變成平時大家都知道 我不是八點鐘開台而有九點鐘抽獎的 那九點鐘抽獎的環節是會不會很貴的 變成是前瞻抽獎的環節 那當然啦 再之後每屆呢 我裝了這個也不會有變動 那也會有的 可能到11點鐘要再抽獎 但第一個抽獎是介於這個周常直播的 所以原油也要填漏榮表 如果前期到下個禮拜的話 其實沒什麼大問題的 就是照樣報 即是抽獎日期不是同樣和前瞻同報 那如果真的到下個禮拜的話 那就照做吧 不要特別的 其實比第一點還簡單 對不對 因為下個禮拜 估計會有崩壞星紅跌度1.5%前瞻 因為崩鐵就35天 即是昨天轉換卡詞 下個禮拜理論上來說 應該會是第四個禮拜 第四個禮拜一定是前瞻 所以崩壞星紅跌度會有1.5%前瞻 如果真的延期到星期五的話 即是崩鐵的直播和原神的直播會比較重 直播會以原神前瞻為優先 大家注意一下 是以原神前瞻為優先 即是說我不會主動優先補崩鐵 這個就沒辦法 因為我比較喜歡玩原神多的崩鐵 這是我個人的主觀問題 如果原有門有什麼意見的話 都不要太過不開心 當然啦 我覺得這個機會是非常微的 非常微的 不會說真的出現什麼原神和崩鐵 前瞻崩鐵 否則會被很多玩家噴的 好啦 最後大家稍為講解一下 貴乃回陪伴攻略 首先就很不好意思 這個攻略做得相當遲 本身應該是前瞻幾天做 但偏偏等到卡池開手才做這個攻略 但都不要緊 遲到好過沒到 即是有一點誠意和大家道歉 都比你什麼都不做推卸責任 在這裡或者是節省時間 技能描述這些我就不多 大家自己看 我直接講到重點 我講到重點 那角色玩法方面 其實這個極貴乃昏 他主要是玩DOT的磁獄傷害 以及這個虛弱的真傷感 玩法機制類似卡夫卡 或者不同者 他是火系玩燃燒流 定位是掛磁獄傷害 願有門 可以理解為 這個四星卡夫卡就對了 當敵人中了極貴乃昏的燃燒汁 他受到傷害倍率會增加 比較適合主司去輸出 就是這樣 好 講到重點 技能升級方面 到底要升什麼呢 其實我個人立場會建議 元有門升天賦最大的升 喜歡最大的升 戰技最大的升普攻 我知道有些貴乃昏 他不像我跟我一樣 但是我比較建議元有門 去跟這個方案 為什麼要升天賦呢 優先升天賦的原因是 因為天賦可以增加敵人 在燃燒上受到傷害 如果貴乃昏是打輔助的話 這個天賦可以幫助其他隊友 更加方便、更快 進行輸出 即是打更加高加的傷害 其次就是貴乃昏的輸出能力 即是戰技和終結技 這些其實元有門 可以看回自己需要去升 而普攻只是加倍率 沒什麼特別 所以其實貴乃昏不打 基本上不會打什麼普攻 那不用怎樣升 好,至於光追的意義方面 有五星和四星光追 首選就是白嫖的五星光追 即是元有門開一無語的就是白嫖 因為白嫖五星的虛無光追 可以加持肉傷害和恢復能量 我個人認為都比較適合這個貴乃昏 而四星光追方面 可以選擇用晚安的瑞麗 或者獵人的視線 分別啦 如果敵人有負面效果 會增加裝備者傷害 其次可以加效果命中和磁獄傷害 比較適合於 收藍人打多磁獄傷害的裝備者去用 而四件套的話 目前來說 是沒有任何一位裝備者適合用 即是桂乃昏沒有不適合用 當然啦 兩件套的話 2加2 我就比較推薦 可以用火套再加快槍手 基本上跟我前幾天做托魄 最重要攻略的時候一模一樣 而治條方面 不用說了 效果命中優先 因為貴乃昏需要打效果命中 最重要是令敵人總有燃燒效果 令全隊會增加輸出 而腳步方面 不用說了 而副治條方面 效果命中最大步 就是對方的攻擊 至於他的兩件遺棄套裝方面 我個人是適合用的 第一件套是太空風刃站 加攻力 而第二件套是泛銀河商業 加效果命中 原有門也可以考慮一下 會用這兩件套 治條方面不用說了 火箱加城 攻擊力 那副治條方面 就是效果命中加暴霜 加攻擊力 跟剛剛我差不多 而最後就是隊伍打配建議方面 因應貴乃昏可以掛多次傷害 它很適合和加呼卡長的高頻輸出 我講的意思是 如果原有門有卡呼卡的話 你們可以培養貴乃昏增加傷害 又或者原有門 你們也可以把貴乃昏 加入上火流道 即是機子 火珠 這些 火系角色打燃燒中的敵人 會有增傷 基本上可以提高整體上的輸出效率 好 所以說以上就是有關於 今天10月28日的每日情報的整體上的路 都希望今天的羅比多 原有門一個參考 當然啦 不妨不要忘記 CSL 如果有金錢力的話 可以原有門去購買SUPER CHAIR DOLLATION 這些 希望原有門下午 就增加少許能力 就這樣吧 今天每日情報就到這裡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